朋友们早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31号 那这本书呢 现在也正好是最后一期 虽然早晨我已经做了一个直播 把这本书讲完了 但是为了方便一些朋友们 他的读书的习惯呢 我们还是在做一个 录屏的一个录播 这样的话听起来呢 声音会更清楚一些 昨天呢我们讲到了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调查梦境 但就我所知梦的分类 并未考虑到预知 本书的实验应该能让读者 至少认识并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 尤其是预言实验 所有对ESP有兴趣的人都应该做 至少有点可能的是 这些实验有助于将预言 放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 据我所知 这个实验是作者原创的 心理时间实验 始于塞斯资料里的建议 但在过去 其他人用过它的变化形态 毫无疑问 有些梦具有预知性 虽然并不广泛 但过去也有别的调查者 用过本书提供 关于这种梦的实验 尤其是邓恩 全国都接受群众做的 这些梦实验 不只对大众 透过直接经验 熟悉预知梦 也对强化这些梦的 整体论据 非常有帮助 罗伯和我有理由猜测 如果在睡前 暗示自己会做这种梦 你就会让自己做这种梦 我们才刚开始做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工作 所以还没有足够的数据 让我们做出任何结论 你们很多人可能发现 自己拥有玩零硬盘 自动书写或自动说话的必备能力 但是最后一项稍微不寻常一点 不过这些能力本身 并非任何ESP的证据 而是联系潜意识的方法 偶尔 它们也可能是让你们能够认识 并利用真实ESP能力的手段 对于你是否与自己的潜意识接上线 或是否真的和超越已知的 个人本我界线的其他力量接上线 诚实评估 你们用这些方法得到的资料 就会有个清楚的概念 有充分的理由假定 催眠能使个人将注意力的焦点 由物质环境转换到内在环境 进而让它能够利用自己的超感官知觉 不过应该一提的是 在催眠状况下 透过暗示可以引发幻觉 可以说服一个被催眠的实验对象 相信一张桌子从地板跳得八英尺高 而且它会发誓是真的 显然这并不表示 桌子有移动过一寸 在这种案例里 实验对象的幻觉 完全是催眠者引发的 在看见物体 以一种离奇的方式 在房内移动的灵媒降神会里 暗示可能扮演了某个角色 不过这并不表示 所有这类效应都是暗示引起的 你们对催眠有兴趣的人 应该阅读一些谈及 现代科学催眠原则的好书 自我催眠将容许读者熟悉出神状态 达至ESP能力常显现其中的意识解离状态 一般而言 出神状态并无不自然之处 笔者可以大胆地说 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一生中 都曾有许多次在毫不自觉的出神状态中 不过你们那些对自我催眠感到不自在的人 不需要使用它 我已经提供你们增进注意力 和向内聚焦的代替方法了 我们做这些特定实验的目的 是想让人格暂时脱离自我的控制 我们怎么称呼已经达到的意识状态 或替使用的方法取什么名称 一点差别都没有 催眠秉除实质的干扰 进而提升内在的专注 它不像睡眠状态 但睡眠和催眠的出神之间 倒是真的可以做某种一般性的比较 不过如果一位催眠师在引导中 暗示催眠对象觉得想睡或是睡着 那么催眠对象就会两件事都做 另一方面 如果催眠师没做这种暗示 催眠对象不会比几分钟前更想睡 除非 而且这点很重要 除非催眠对象已经确信催眠出神状态 与睡眠状态类似 催眠可以用来引发类似睡眠的状况 这并不表示催眠本身一定会引发类似睡眠的状况 举例来说 它可以非常有效地用来增强意识和直接注意力 让一个学生能够为一次困难的考试做准备 它也可以当作建立人格自信的方法 让它相信它可以运用自己所有的能力 可以用我们在本书建议的方法来运用它 绕过自我的关注 好让ESP更容易展现的一个方法 我才刚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 不要忘了 在开始做本书列举的实验之前 我并没有ESP的经验 我的丈夫参与的所有实验也都成功 他做的每日预言尤其有趣 我们才刚设计一些其他的实验 因为我们在那上面花费的努力和时间还不够 所以不能在此细数 举例来说 是否有星光体 很多人认为 我们拥有一个无形的内在身体 有一些介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东西组成 其他人则认为 这星光体是电磁性的 对我来说 这整个想法一开始听起来相当牵强 然而我的一些实验似乎暗示 神游或用这个星光体旅行是真有其事 进一步的实验或许能够得出一些答案 就塞斯课而言 他们仍在继续 当这本书到你手上的时候 上过的课已经超过200次 听见塞斯出生的次数越来越多 光是音量就唤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塞斯要不就是他说的那样子 拥有随他处置的能量 能把我自己的声带推到超过正常限度 要不就是潜意识具有远远超过一般正式的 令人精益的能力 能够操纵物质有机体 与塞斯在一起的经验 我曾以类似男性的深沉声音为塞斯说话 声音隆隆而出 长达四小时 一直合乎逻辑 又简洁地讨论林林总总的复杂事物 有一次这种课是针对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 并在他的要求下录了音 由于这声音可达到的音量很大 所以我们鲜少在我们的公寓里上这种课 而是在乡间一位有人的家里 塞斯说 他是一个已不在物质系统运作的能量人格精髓 简单一句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或是什么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非证实地告诉我们 塞斯并未展现次人格通常有的真相 课里显现的各种物质效应和几个千里眼的例子 在这方面并不能证实什么 尽管我自己不喜欢实质效果 但在未来可能会证实这些是重要的 好比说 如果塞斯在我们起居室的明亮灯光下 清楚完整地现身 而且我看见他 那么至少我非常愿意承认 他的确是他说的那样子 在课里 罗佛好几次看见我的面容明确改变 在一个目击者看见鬼魂的同一天晚上 在极佳的光线里 他和那个目击者观察到 我的脸孔前出现了怪异的显像 不过我没看见鬼魂 由于别的显像并不常出现 而且又牵涉到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本人没有看见过这些变化 种种迹象并未指向 暗示得为这些效果负责 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在明亮的光线里发生的 塞斯最近说可以拍摄五官的改变 我们心里记着这件事 打算设计一些未来的课 那声音不能说是幻觉 有录音可以为证 整件事不像是源自前意识 除非我们愿意彻底重新评估 我们对前意识的定义 把远远超过现在归注于他的力量和能力 指派给他 在我参与过最奇特的一场对话里 塞斯最近与先前提到的心理学家 讨论这些事情 在那个心理学家的办公室里 塞斯、罗伯、心理学家和我自己 进行了一次长谈 其间我是我自己 然后是塞斯 变化的速度之快 让我们全都吃惊不已 然而不管塞斯是什么或不是什么 塞斯资料都以其具有高度知识的内容 逻辑、心理洞察力 心理理论和科学理论 不断激起我们的兴趣 塞斯资料处理的是 对醒时、梦中和出神状态所见的人类人格的研究 除了别的之外 也讨论物质的本质 宇宙膨胀理论 反物质和时间的本质 在很多例子里 都建议做实验 在此我们并不关心 相当容易驳回 以伪科学或神秘语言讲的 一串高度概括性的论述 当塞斯主张 物质是在潜意识当中形成的时候 他随之继续解释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然后又给予非常令人信服的示范 来证明其论点 他也声明 数学家从他们自己的基础做起 也能获得同样的结论 因为我们有些最实际的理论 是凭空得来的 来自潜意识或直觉 所以按照你的观点 不管它的来源 或因为它的来源 应该要认真思考 塞斯资料提出的概念 塞斯资料提供我们 接触过最合乎逻辑 也最能够接受的理论 提出一个一致 且原创 不论个人的宗教信仰为何 都可以接受的宇宙模型 他提供一座沟通科学 心理学和超心理学的桥梁 他建议可以用来证实 所提的假说 是否真实的实验室实验 并且广泛探讨了 一般超感官知觉的性质 不幸的是 超心理学家被无数的手稿包围 有些本质上很可笑 有些在哲学上是模糊 或含混的唯心论 有些简直就是可赠 这些手稿大多竟由自动书写 有些竟由自动说话产生 难怪超心理学家 不愿意认真考虑这种手稿 不过 以那种方式得到的所有资料 两有不齐 所以仔细调查各种较好的手稿 可能最有用 也最有成效 在这个领域 坚持科学方法的不幸结果是 缺乏理智的理论 来解释明确可观察的事实 然而之所以需要一个理论 不只是用来解释这些事实 也用来为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 提供一个可能的架构 理论可说是科学方法的一部分 但这点太常被忽视 科学家不断测试理论 当新的发现显示 他们不够充分时 便舍弃他们 形成新的理论 以解释目前的事实 理论不一定是真理 而是符合手边事实的可行解释 从这个观点看来 赛斯资料的贡献卓著 经由实验 本书的读者会发现 自己拥有过去大半忽略的能力 也会发现超感官知觉 既非不自然神秘 也非超自然 人类人格拥有的实相和觉察力 就是比我们以为的更大 如果在科学上证实鬼魂的存在 一些杰出的超心理学家坚持 已经证实 那么大家必须接受 他们是完全自然的 存在于我们才刚开始探索的 一个大自然的架构力 自从开始做本书列出的实验 我和我丈夫已经做过很多遇之梦 全部都记录在案 我们有一些 除非承认人类人格 有某种程度 独立于物质时空之外 无法解释的经验 而且我们羡慕 现在开始这些探索的读者 我们惊奇地回顾 自己刚进入这些实相的情景 也期望有更多的进展 自从一位心理学家 对我们提到调查赛斯的可能性 我们便开始自己做一连串 非证实的实验 其中还故意测试 赛斯的千里眼和心电感应能力 我先前提过这件事 虽然我们才刚开始 但至今结果一直很好 在一节课里 赛斯正确地认出 丢在我怀里 密封信封里的内容物 这次我完全不知道 有任何计划中的测试 我闭着眼睛 屋内灯光明亮 我只摸了一下信封而已 研究隐藏的物体 也在计划中 实验结果大大提升了 我在测试条件下的自信 我们这是无法知道 这些是赛斯或我自己的能力 无论如何 我们才刚开始 但是万一真发生 这种正式调查的话 希望这个经验 可以让我放松 镇静地处理它 未来的调查 罗伯和我自己 已经开始进一步的实验 包括没有赛斯的 心电感应和千里眼测试 我俩在不同时间 担任实验对象 在一个平常的住家里 设定科学程序 得花相当的时间和努力 但我们尽可能采取 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 以防潜意识的欺骗 必要时 我们会有合适的观察者 赛斯资料本身 提出可供未来调查 之用的进一步想法 我们也开始着手了 赛斯主张 有适当的初步暗示时 个体可以使自己 做千里眼视的梦 他也给了其他 与梦治疗有关的 有趣观念 我们打算透过 赛斯建议的实验 来调查他们 在本书末尾 附了一份参考书目 这些书提供 ESP领域的 一个极佳的背景 给你们 增加你们的知识和洞察力 你们应该自己去发现 这个领域已经完成的 工作到底是什么 已经得到的证据是什么 已经有的进展是什么 需要的进步是什么 这些能力属于你 所以这些调查 与你密切相关 同时 开始你自己的调查 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别相信我的话 做你自己的实验 自己去发现 你是否和亲友 用心电感应沟通 只有你自己的实验 与你自己的记录 才能够充分地给你答案 挑战和回报都是你的 内在空间 将是我们下一个开拓领域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个别的人类人格 从没有过这种机会 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 并把知识贡献给他的族类 风险会有 就像任何努力一样 挫败也会有 但这计划非常值得 你花费时间和精力 因为我们的本体 只是局部包含在物质里 身为人类 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 从迷信和无知里解脱出来 勉励了解我们自己 不可捉摸的部分 未被发现之人 将在充分了解 自身潜能的状况下出现 利用那些潜能 我们可能会拥有真正的智慧 在我们最近一次赛斯课中 我们请赛斯说几句适当的话 作为本书的结语 我将它们放在这里 摘自1965年8月23日 第180节 除了它接受的限制之外 人类人格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它不接受限制 它的发展或成长 就不会有限制 除了本我武断地创造 并使之永存的界限之外 本我没有任何界限 除了唯物的自我 拉下的无知面纱之外 没有人类感知 无法看透的面纱 那看起来是空的东西 好比你们的太空 只有对那些不去感知的人 对那些由于害怕感知自我 无法理解知识 而盲目的人 才是空的 不过自我也能够拥有 更多的知识 潜能和见底 它住在物质宇宙里 但它的确也能感知 和欣赏别的实相 自我是人格的一部分 就其本身而言 它能够分享更坚固 更健康 更生动的实相 人格能够同时存在 而且真的生活在 很多世界里 爱追根究底的直觉 以及好探索的本我 就像夏季的风 能穿梭在大大小小的空间 能知道比针头更微小 也比银河更辽阔的事实 以一种最实际的方式 人类人格的力量和能力 可以被视为是无限的 好 这本书 我们到这儿就读完了 这是真罗伯兹 关于赛斯写的第一本书 1966年那个时候呢 他们刚认识赛斯两年多 最后这一节呢 是上了180节课 从里边呢 我们深切地能够感受到 真和罗对于超感知 这方面的非常客观的 非常孜孜不倦的探索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真实的体会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好 今天呢 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呢 有一个非常神奇美好的新的一年 2021年 就如赛斯所说的 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 我们是会经历一些调整 但是呢 这些我们都会过去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明年呢 继续我们内在的探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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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